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政經熱點 今天是美國時間7月28日 星期五 今天的主要內容有 中國地方政府買地收入昼江之後 財政入不敷出現象加劇 各地應對手段五花八門 罰款 經營權甩賣 停運公交等等 四川樂山市轉讓樂山大佛景區30年經營權 就是典型的案例 這背後揭示的是 地方債這顆深藏已久的地雷 隨時可能引爆 恆大負債2.58萬億 無辜善良的老百姓成了最大受害者 徐家印 任澤平 普華永道們卻可以全身而退 這究竟是什麼道理 恆大就是不缺話題 恆大汽車曾被徐家印寄予厚望 但恆大沒賣一輛汽車 就虧損1億人民幣 上世紀90年代 日本經歷了巨大的股市和房地產泡沫 不少人稱日本隨後進入失落的30年 不過由諾蔣得主認為 日本堪稱典範 中國只會更糟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事實遠超想像 這顆深藏已久的雷 隨時可能引爆 四川樂山大佛景區觀光遊覽車和貪點30年經營權 打包17億轉讓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引發了輿論的廣泛熱議 諸如大佛被賣了 窮瘋了 這背後的真相是 2022年 樂山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是148億 但支出卻高達315.12億 是典型的入不敷出 同時 2022年 樂山市的地方債務餘額為643億元 換言之 在債務不增加的前提下 樂山需要不吃不喝4.3年才能還清債務 通過樂山案例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全國的情況 截至2022年底 中國地方政府債務餘額為35.1萬億 其中一般債務14.4萬億 專項債務20.7萬億 加上25.6萬億元中央政府國債 中國政府債務餘額合計超60萬億 從2022年年末的數據來看 內地31個省市中 廣東省的債務餘額最高 為2.5萬億 山東 江蘇 浙江都在2萬億以上 壞消息是 除顯性債務外 各地還有情況不明的隱性債務 不在一行兩會的監管之下 其規模甚至不比顯性債務小 50萬億 60萬億 不得而知 這才是真正引發市場擔憂的 更被視為中國經濟的灰犀牛 而且這棵深藏已久的地雷隨時可能引爆 震撼中國 國際悍然 許家印為什麼可以全身而退? 恆大2.58萬億債務震驚中國社會的同時 也讓國際社會悍然 這些債務好像是在一夜之間冒出來的 政府監管機構以及國際審計機構對恆大債務的形成形同虛設 署名明德先生的文章稱 恆大的所有者許家印 僅一人之力 通過分紅的方式就從恆大拿走了700億元 現在恆大爆雷了 有人說它是有限責任公司 所以許老闆不需要為恆大的債務承擔連貸責任 可問題是 恆大2萬多億元的債務是怎麼發生的呢? 如果沒有財務上的貓膩 又如何有許老闆700多億的分紅呢? 恆大的高管們 如曾經拿千萬年薪的知名經濟學家任澤平先生 當他賣力地為恆大鼓魚吹的時候 哪裡想到公眾的利益? 現在恆大爆雷了 那些從恆大拿走千萬億萬年薪的高管層 難道不應當對這一切負責任嗎? 難道不應該將吞下的天價年薪吐出來嗎? 如果這都可以全身而退 那是不是鼓勵上市公司的高管們? 我走以後 哪管債務滔天? 恆大的審計師 每年拿走幾千萬審計費的普花用道 全球第一流的審計公司普花用道 在恆大爆雷前三個月 沒有提出任何的意義 簽署了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 現在恆大爆雷了 不是幾百億的債務 也不是幾千億的債務 而是幾萬億的債務 一夜之間全冒出來了 普華用道作為恆大的審計師 到底應當承擔什麼責任? 如果普華用道就這樣全身而退 那審計這一行存在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為什麼受傷害的總是無辜善良的老百姓? 他們窮盡六個錢包 卻買下了一棟爛尾樓 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恆大的老闆 恆大的高管 恆大的審計師們全身而退 你聰明地告訴我 這究竟是什麼道理? 中文獨立時評人士蔡生坤推特發文表示 明德忽略了最重要的問題 恆大為土地財政貢獻了多少資金?恆大幾次面臨重大危機 是何方神聖讓其起死回生? 又有多少白手套與許家印合謀? 有網友在知乎發帖表示 恆大高管的平安撤退是每年4500萬元審計費換來的 首先是普華用道2萬億爆雷的真相 網友Vigrant表示 其實也不難 把許背後的大領導全爆出來 就一切都能解釋得清楚了 許的錢也不可能都是自己的 不做白手套也不會有今天的恆大 網友淺見真言說的 可看作是對恆大受害者的一些安慰吧 善惡有報是天理 人中的理雖然很多變幻莫測 到頭來都得服從天理 這對一個國家 一個團體和個人來講都成立 就如同牛頓定律一樣 可以計算推理他們的未來 該來的都會來 只是時間的計算有些難度 阿波羅網評論員楊旭表示 在中國有錢能是貴推磨 規則 制度和法律 在權力和金錢面前形同虛設 可以肆意踐踏而無需承擔責任 這樣的事情太多了 中國的法律一點不比美國少 但人們普遍感覺中國社會是人質而不是法治 是因為權力在其中作怪 權力不受約束 法律制度那是為弱勢窮人制定的 銀行業在營風暴 美國三大頂級監管機構聯媒出手 數十億美元過剩資本恐蒸發 週四 美國監管機構公布了對大型銀行實施更為嚴格的資本規定的計劃 這引發了一場與銀行業之間的鬥爭 美聯儲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和美國貨幣監管署週四公布的措施 將迫使銀行增加緩衝 以吸收意外損失 資產規模在1000億美元以上的銀行 必須將撥被資本提高約16% 據該機構官員說 最大的8家銀行 須將資本金提高19%左右 資產規模在1000億至2500億美元之間的銀行 被要求將資本金規模提高5% 華爾街最大的幾家銀行一直在為監管規定做準備 這些規定可能會抹去他們在過去10年裡囤積的幾乎所有過剩資本 這可能會影響未來幾年的股東回購 陸客潮消失 全國旅遊業者納悶 全球多國的旅遊業者無不認為 疫情結束後 中國將有一波陸客報復性出遊潮 但這波中國旅客至今都沒有出現 美媒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報導指出 中國多數居民們選擇留在家裡 並非他們不想出國玩 而是離開祖國的條件太困難 而且花費的金錢也太高 中國出境旅遊研究院創始人王立基指出 由於缺乏廉價航班 及出國旅遊的簽證等待時間過長 才會導致中國出境旅遊的復蘇受到影響 中共披露工業利潤半年報 持續6個月大幅下滑 7月27日 中共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 今年6月份 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同比下降8.3% 上半年 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下降16.8% 統計數據顯示 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 國有控股企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21.0% 股份至企業實現利潤總額下降18.1%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資企業實現利潤總額下降12.8% 私營企業實現利潤總額下降13.5% 在41個工業大類行業中 29個行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 今年5月27日 中共統計局公布數據稱 今年4月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年減18.2% 中國情況會更糟 諾蔣得主表示 大規模痛苦遠超日本 《紐約時報》中文網26日刊登 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撰文的《中國會衝到日本》的複折貓一文 克魯曼指出 1980年代末 日本經歷了巨大的股市和房地產泡沫 最終泡沫破裂 直到現在 日經平均指數仍遠低於1989年達到的峰值 當泡沫破裂時 留下的是陷入困境的銀行和堆積如山的企業債務 導致了一代人的經濟停滯 考慮到日本的人口結構 日本的表現不算太差 日本也成功避免大規模失業 在某些方面 日本與其說是一個警示故事 不如說是一種榜樣 即如何保持繁榮和社會穩定的同時 處理困難的人口結構問題 至於中國 克魯曼表示 現在的中國和1990年的日本有一些明顯的相似之處 如中國經濟極不平衡 消費需求過低 僅靠過度膨脹的房地產行業維持經濟運轉 勞動適齡人口也在減少 克魯曼進一步指出 越來越多的人擔心中國可能已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他反問 如果中國正走向經濟放緩 它能否複製日本的社會凝聚力 在不造成大規模痛苦或社會不穩定的情況下 管理較低增長的能力 他稱 我絕對不是中國問題專家 但是有任何跡象表明中國 特別是在一個不穩定的專制政權下 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嗎? 克魯曼最後寫下 從經濟角度來說 中國不太可能成為下一個日本 情況可能會更糟 美賣一台就虧4.37億 恆大汽車負債總額高達8000多億 現流動性危機 據陸媒潛望27日報導 恆大汽車停牌近16個月 於26日晚間不發2021到2022年間所缺失的三份財報 據該財報 恆大汽車這兩年間虧損超過840億人民幣 約新台幣3696億元 報導指出 恆大汽車交付千輛 虧損千億 平均每賣一輛就虧一個億人民幣 約4.37億台幣 美再生息 謝金河表示 全球金融殺戮戰才剛開始 香港有苦難言 美國聯準會26日在生息一碼 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在臉書發文指出 美國Fed在生息一碼 去年3月16日從0%到0.25% 拉升至5.25%到5.5% 利率觸及5.5% 已創下22年以來新高記錄 他說 美國把利率拉升到這個位置 背後其實也是一場金融殺戮 例如香港就有苦難言 香港的聯席匯率定住美元 現在一個月期 Hyper已經跑到5.1827 香港怎麼會不累 近紅媒稱 臺灣出口衰退寫下11年最大衰退記錄 逼得經濟部出面回應 其實臺灣單月出口額最高到435億美元 現在回到330億美元 也比2020年之前的280億美元高 這是高級期下的衰退 不用大驚小怪 今年亞洲股市大黑馬變成日本 韓國和中國交惡 股市大漲回應 台股今年靠AI成為亞洲表現第二好的市場 東協市場去年太好 今年出現高級期下的回跌 印度股市持續20年牛市 迄今仍欲罷不能 鮑爾升息一馬後 暗示仍會再升息 不過股市投資人都認為這是最後一次 今年上半年跟去年上半年完全兩樣情 但接下來的金融殺戮可能才開始 以上就是本期阿波羅網正經熱點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點贊 轉發 留言和贊助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我們來分享一下 更多的視頻 然後再一點點探討